地震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我就去寻找 有没有可以事先知道地震的方法 谈起地震没有害怕 不自觉露出笑容 眼神充满热情 这位侃侃而谈的少年 就跟一般高中生一样 刚结束上午早课 但你知道吗 他就是地震速报APP的开发者 今年17岁 利用这个批坡去 因为它比较满 所以在这两个坡之间 会有时间去反应 跟大家做警告 对 我是被这个启发 9岁经历地震后 林子佑开始寻找地震预测的方法 上网自学写程式码 也去补习 在兼顾课业的情况下 花了一年半成功开发 更解决了不少人 收不到国家级警报的情况 如果你住的地方 地震震度不到四级 那就会收不到国家级警报 而这个APP好处就在于 通知等级可以自己调整 我不管什么地震 我都要警告 我就选真度0以上 地震比较敏感的人 或是在山区出游的人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不要只有大到很大的地震 才能去做通知 APP在403地震后 下载量爆充到天气分类第一名 让林紫佑相当感动 未来还要持续研究 替APP增加更多功能 从来没有想到说 从0开始学的东西 然后到32万个人下载 我觉得就是在梦里面 都没有梦过的事情 而iOS系统上除了地震速报 搜寻地震也有其他预报APP 可以下载 甚至还可以看到全球的地震情况 若是安卓系统 则可以下载KNY速报APP 下载后别忘了开启手机通知 下回就不会再当地震边缘人 暂停新闻林玉峰李嘉倩 台北报道